台海巡单位马祖暗巡总队参谋主任林又博 2022年涉嫌侵占部队伙食罐头 甚至转卖罐头从州获利 林又博等人因涉犯贪污治罪条例 侵占公有财务罪遭积压境界 经台北士林地检署侦查后 18号起诉5名军事官 今年3月 台军官兵在马祖沙滩上写下 马祖没有肉 抱怨肚子饿 只能吃罐头或泡面 甚至连一般民众都出现缺粮的情形 原因就是当地货船停开21天 没想到现在被查出连罐头都被私吞 台检方查出台海巡单位马祖营区一名林姓中校 在去年一整年的时间指派张姓和曾姓下市 用偷天换日的方式 把部队里的64箱牛肉罐头 土豆面精还有牛奶花生 全部拿出来放进其他纸箱 再由其他下属开车再到码头搭船 用船运的方式送到基隆港 才安排朋友帮忙 把一箱一箱罐头搬回去自己家吃 今年三月间 台海巡单位金马鹏分署来信要求 马祖岸巡队清查去年度的官方罐头数量 全案才因此曝光 这些罐头每个月都会派发给马祖的台军官兵 但是大部分都是市面上买得到的罐头 并没有印上军用罐头的标识 平常也集中放在厨房 官兵要吃的时候才会去拿 而林姓忠孝发现 每次都有剩的时候 让他冻起贪念 联合下属私吞了罐头一整年 检方强调 林姓忠孝身为公职人员 贪污将面临十年以上的刑责 他的下属以及友人也会被连带惩处 早期见